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特朗普的封口费审判即将迎来关键证人迈克尔·科恩的挑战 这位前私人律师的证词将对案件产生重大影响 接着我们将探讨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如谷歌、亚马逊、微软和还BN马逊 他们如何被指控协助以色列利用人工智能 执行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 最后加拿大经济在上个月增加了约9万个工作岗位 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 但同时加拿大央行也发出警告 指出房主未来几年内续签抵押贷款时将面临更高的支付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与挑战的时代 从政治风波到科技巨头的道德问题 再到全球经济的动向 每一个故事都在塑造住我们的世界 让我们深入探讨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看看他们如何描绘出当前的国际局势和经济发展 首先The Globe and Mail报道了前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的封扣非审判 其中最具争议的证人将是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 迈克尔·科恩 科恩曾经声称自己愿意为特朗普 但后来却承认自己策划了非法竞选捐款 并对国会撒谎 自从与特朗普决裂后 科恩成为了对特朗普最为严厉的批评者 然而由于科恩自己的犯罪记录和之前的矛盾陈述 其证词的可信度将是陪审团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 同时 奥扎基尔发表了一篇尖锐的评论文章 指控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 包括谷歌 亚马逊 微软和IB M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谓 爱驱动的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中 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文章声称 这些科技巨头为以色列军方提供了 II程序所需的核心基础设施 这些程序被用来执行惊人的破坏行为 文章中提到以色列军队在I程序的帮助下 屠杀了近35 其中包括超过14、500名儿童 作者将这些科技公司比作现代的东印度公司 指责他们延续美国的帝国力量 并加深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鸿沟 但经济方面 The Global 没留带来了加拿大就业市场的好消息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加拿大经济在4月份新增了约90零个工作岗位 冷超经济学家预期的20零个 然而 加拿大央行警告说 需要在未来几年内续签按揭的房主 将面临支付额的显著增加 位于那些持有浮动利率按揭的人来说 中位数的月付款将增加超过60% 这些故事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 从特朗普的审判到科技巨头的道德责任 再到加拿大就业市场的积极变化 每一则新闻都在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政治、科技还是经济领域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连且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在这个世界里 了解和关注这些变化不仅是我的责任 也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国际局势中 各国领导人和政府正寻求新的战略合作与科技创新 以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防安全 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中国执行 到美国在人工智能埃领域的突破 带到日本对于国内数字基础设施的关注 这些事件凸显了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与合作 正在如何塑造未来 据南华早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在本月稍后对中国的国师访问期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停滞不前的 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这条计划中的管道将通过蒙古连接俄罗斯 和中国每年向中国北部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 欧盟和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一项目的进展 该项目可能成为新一轮制裁的导火索 普京的这次访问 无疑将被视为俄罗斯和中国加强能源合作的一个重要机会 也可能为这个潜在的管道项目注入新的活力 在另一方面 美联社报道称 美国军方正在开发一系列人工智能i应用 包括无人驾驶的战斗机 美国正与中国竞争 已开发i-bin将其应用与武器系统 然而美国官员表示 战争永远不会由机器自主选择和打击目标来进行 美国空军最近在一场模拟空战中 测试了i控制F-16战斗机的能力 在某些情况下击败了人类飞行员 美国军方还在开发一种IT的GPS卫星导航的方案 美国空军在一架C-17军用运输机上测试了一个 基于笔记本电脑的i程序 该程序学会了跟随地球的磁场 并显示出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 这些进展显示 美国正在积极寻求利用i技术来保持其在未来战争中的优势 而在日经亚洲的报道中 日元的贬值凸显了日本在数字服务行业对海外科技巨头的过度依赖 这种依赖导致了成本的激增并导致了利润的压缩 从而产生了数字赤字 日本政府现在正专注于发展国内基础设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由于更好的可用性和更强的安全功能 外国服务提供商仍然具有优势 这一发现凸显了日本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持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并促使政府和企业寻求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全球化世界中 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和合作的复杂突击 无论是俄罗斯和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美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开发 还是日本对国内数字基础设施的关注 都反映了在当前国际环境下 各国如何努力保持其经济和安全的优势 随助技术的进步和地缘政治的变化 这种竞争和合作的格局势必会继续演变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科技的进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数的便利 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 从人工智能挨模你失去亲人的聊天机器人 到挨经济下人类未来的生存之道 再到特殊的毕业典里 这些故事都反映出我们如何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寻找平衡与意义 《兰华早报》报道了一项来自剑桥大学的研究 指出模拟已故亲人语言和性格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可能会对悲痛的人造成心理伤害 如果这些所谓的死亡机器人设计不当的话 配下爱聊天机器人可能被用来推销产品 或通过发送通知和提醒来困扰用户 研究建议 数字来世服务应考虑被重建者和与模拟互动者的权利与同意 并呼吁设立退出协议可对死亡机器人设置严厉限制 另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讨论了在挨经济下人类未来的生存之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全球约40%的工作将受到RI的影响 其中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医疗行业、运输、教育和法律等领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然而新技术也可能带来新机会 人们应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变革 经理平衡和韧性因始终是首要任务 广州的发言业、普莫尔本的Dennis Fitzgerald 都提出了他们对于如何在I经济中保持人类未来的看法 后者甚至开玩笑说 用我IT代政治家或许能做出更明智、更快速的决策 且无需昂贵的委员会审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科技的进步也为传统的仪式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Yahoo!US报道了德克萨斯科技大学2024届毕业典礼的盛况 在联合超市体育馆举行的毕业典礼上 从未应参与Gatland Brothers班 而参加过毕业典礼的前学生Rulie Gatland 作为特别嘉宾回到母校走过舞台 每个学院的优秀学生携带代表各自学院的旗帜 庆祝2024届毕业生的成就 这一场面不仅是对学生学业成就的肯定 也象征住传统与现代科技的和谐共处 这些故事概述了我们如何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世界中 寻找自我定位和意义 从处理失去亲人的悲痛 到适应RI经济下的新工作环境 再到庆祝传统仪式的现代转变 这些挑战和机会要求我们不断适应和创新 以保持我们的精神韧性和个人成长 在当今社会科技和创写所未有的速度 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变革 从教育领域到艺术界再到公共安全 我们目睹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进步和挑战 这些变革不仅展示了人类创造力的无限可能 也引发了关于隐私、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重要讨论 在教育领域 德克萨斯科技大学系统董事会近期 批准了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 这一措施不仅涉及学院的更名 还包括了一项宏伟的未来发展计划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原名为家政学院的学院将更名为健康与人类科学学院 这一变更反映了学院自1925年成立以来 一直专注于人类健康各个方面的传统 此外该董事会还批准了德克萨斯科技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未来20年的设施发展大计 这一计投资超过10亿美元 这一计划不仅包括新建设施 还强调了对现有建筑进行翻新的重要性 展现了对超越发展和可持续性的深远考量 在艺术领域 The Independent揭示了人工智能 I如何即将引发艺术革命 AI的出现不仅加速了音乐 视频和其他艺术作品的创作速度 还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 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一群视觉艺术家近期对谷歌发起了法律行动 指控该公司未经许可或补偿 就使用他们的作品来训练企业 AI图像生成器 尽管存在紧张关系 AI有潜力革新艺术界 正如相机对印象派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一样 在公共安全方面 Associated Press报道了学校 转向使用人工智能来识别枪支的趋势 同时也指出了企业向立法者施压 争取州资金的情况 堪萨斯是最新一个提出法案的美国州 被法案将为学校安装能够检测枪支的 AI驱动监控摄像头提供资金 然而 被一立法引发了争议 批评者认为 这种立法不必要 并限制了学校寻找最适合自己解决方案的能力 同时增加了成本 这些变革和挑战 展示了科技如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隐私道德和责任的讨论 无论是教育改革 艺术创新 还是公共安全的提升 这些进步都需要我们深思熟虑 以确保科技的发展能够造福全人类 而不是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力量 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更加数字化和互联的世界 这些讨论将变得更加重要 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从体育赛场的激烈竞争 到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 带到社交媒体平台的商业模式转型 每一个领域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领域最近的一些亮点事件 首先来自Yahoo!US的报道 Texas Tech的新星Julie H.Rubit 在胃口举行的BIG12户外天竞锦标赛上 成为女子组的共同最高得分运动员 特别年轻的运动员在E500米赛事中夺冠 在50米赛事中获得第二名 是Rubit的出色表现帮助Texas Tech在团队排名中位列第二 仅次于德克萨斯大学 在男子组别中Texas Tech同样位列第二 也是次于德克萨斯大学 使Rubit的故事不仅凸显了个人才华和坚持不懈的重要性 也展示了团队合作与支持的力量 反向科技领域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带来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 中国科学家在军用I系统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开发出一种可以向人类解释其决策过程的人工智能系统 这项技术的突破使Rubit能够在激烈的战斗中 向人类飞行员通报其行动背后的动机 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和理解 这项由西北工业大学团队开发的系统在地面模拟器中经过测试 但试了接近100%的胜率 仅需20-000轮战斗训练而传统Ri在50-000轮训练后达到90%的胜率 这项开发不仅凸显了中美两国在Ri军事应用领域竞争的加剧 也对未来实际空战环境中AI应用提供了一线希望 最后我们来到了社交媒体的世界 BBC探讨了一个日益热议的话题 社交媒体是否值得付费 随助Fasex on Photoshen去博、Excent、Twitter等平台 纷纷推出订阅模式 用户现在可以选择付费以换取无广告的体验 Midda在欧洲为Facebook和Instagram 营入了无广告的订阅模式 而Snapchat plus YouTube Premium也提供了无广告选项 然而这种混合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存在争议 一些人认为用户愿意为更好的体验付费 而另一些人则担心订阅可能会降低用户参与度 使平台变得不那么吸引人 尽管如此 新闻平台成功转型为订阅模式 比如Substack该平台连接创作者与观众 并对付费订阅收取用金 Substack不允许广告 强调基于对读者注意力的尊重和信任建立关系的重要性 这些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体育赛场上的年轻天才到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 那到社交媒体商业模式的转变 每一个故事都是时代变迁的见证 这些变化不仅塑造了我们当下 也在不断地影响住我们的未来 账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了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这些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的建议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